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之后 美国在太空领域就一直保持领先 只不过随着近年 中国太空科技逐渐进步 美国也开始紧张 自己的太空霸主地位 会不会因此动摇 被外界称作狂人 快人快语 作风强硬的美国总统川普 现在不只要让美国在地球 还要在太空当老大 川普19号签署第4号太空政策令 要求五角大厦着手起草法案 要创建太空军 其实川普早在去年6月 就已经宣布要成立太空军队 如今正式签署命令 看起来似乎还有些异想天开 只不过川普就表示 美国的对手正在训练部队 破坏美国在太空的安全 美国的对手是谁 当然除了俄罗斯之外 另一个让美国或许更加紧张的 就是中国 2019年1月初中国 嫦娥4号正式登陆月球背面 为中国太空领域探索 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不只引起科学界关注 也让不少人质疑 中国开始要将影响范围 伸手触及到外太空 美国国防情报局就曾经发布报告 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开发 武器化卫星 能源武器和监控网络 要在外太空挑战美国 川普紧张兮兮 要赶快在太空扎稳脚步 跟现行的美国太空总署NASA不同 川普希望建立的太空军 是跟陆军或空军同等级的军队 针对性更强 并且为美国国家安全服务 发梦要将军队送上太空 只不过川普的梦想要先豪值大把银子 美国空军目前负责与太空有关行动的 美国空军部长威尔森就曾经表示 组建太空军的最初五年 就要烧掉大约130亿美元 就有批评指出 太空军的花费太过高昂 还会使目前的军事官僚组织更加复杂 也因此目前的太空军计划是先由美国空军部负责管辖 太空军目前规划的规模显然与川普的目标有距离 不过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建立一支完全独立的军总仍然是未来的目标 去年12月 美国在正式成立新的太空司令部 如今又要筹组太空军 尽管最后的决定权卧在国会手上 不过川普将中国与俄罗斯看成死对头 如今战场还可能延伸到外太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表示 外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反对外太空军事竞赛 希望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外太空的和平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里 人们还在一步步探索 21世纪世界大国竞争场域来到外太空 虽然川普表示 太空军是为了保卫美国国安 只是当军队和武器在头上飞来飞去 不只是中国和俄罗斯 势必也会让各国感到戒身恐惧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